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女主人要请客吃饭 她对用人说 今晚我有客人来吃饭啊 你能不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啊 这个用人跑过来说 太太你是要客人们今天晚上吃了之后再来呢 还是要他们吃好之后永远不想再来吃了 这个笑话就是说明一个人的心啊 可以使人成佛也可以使人成魔呀 所以要记住心悟成佛 悟就是开悟 当一个人开悟之后你就成佛了 心迷已成魔 一个人心中亦迷惑 这个药那个药 那你就变成魔了 要降伏自己的恶念 恶心找回本源 我们人是善良的 佛陀说 这个人啊 那个 我们佛陀当时刚刚出生的时候就说 开悟之后就说了 世人皆具佛性啊 就像我们孔老夫子讲的啊 人之初性本善一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要让自己把本来的善良的东西找出来 你们知道吗 当一个人恨别人就相当于一个电脑的anti value 就是那个病毒 你恨别人 你恨别人 你病毒就进来一点 我嫉妒别人 我又在心中又有一个病毒 然后我又与此做错事情 我难过 我后悔 心中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 时间长了 你的电脑就会死机啊 我们的心中装满的仇恨 装满的嫉妒 总有一天 你的心脏会受到伤害的 心会受到伤害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做自己良心的主人 不要做贪心的奴隶啊 我们不能做奴隶 有欲望 你就是贪欲之魔 贪越多 魔就越多 所以良心就会留不住啊 因为你心中都是魔心 怎么会有良心呢 所以善心多的人 魔心待不住 希望大家广结善缘 做有一个良心 有一个慈悲心的众生啊 请休息一下 叫作 杨茜茜茜 100% 节目 您得做得越来